杨烈日前上节目 谈到先前因大肠癌离世的二哥 感情相当好的两人 杨烈这个艺名 更是二哥帮他想出来的 一年前 二哥被诊断出大肠癌末期 对此他却不愿意接受治疗 两人更为此激烈争吵 但依旧改变不了对方的想法 最后则是在离家里比较近的 淡水马街医院度过 此外杨烈在节目透露到 自己目前也正在努力对抗大肠癌 提到当时刚动完手术 自己为了健康 隔天就立刻下床爬楼梯 想将气排出来 随后也说到自己有亲眼看到 手术切下来的肿瘤 形容说到就像是进口的葡萄 切出两次的长度 更长达20公分 后续也接受10个月的口服化疗 让他直呼真的非常痛苦 最后也奉劝观众们 对于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能铁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